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今天我们在第二时间了 为大家带来华为刚刚发布的 NOVA系列的两台主打机 一个是12 Pro还有12 Ultra 之前我们发了一个简单的ID体验视频 把它全系的颜色都给大家过了一遍 这台Ultra的主目之蓝 真机确实很亮眼 这次也带来了麒麟系的两款新的处理器 8000和9000SL 再记得综合表现到底如何 小白四平 马上开始 这台Pro的官方名字叫做英语白 如果有比较强的光线打上去的时候 其实从侧边看还犯着那么一丢丢粉色的感觉 它玻璃下面的花纹有一点之前落可可白的感觉 但是它的纹理要更加细碎一些 有点像北方窗户上的窗花那种感觉 这两台机的前后左右都全部做了弧面的处理 不光是后背的玻璃 正面的这块屏幕也是四曲面的 所以各个方向各个角度 这个握持感上都还是不错的 这两台机器也都不是特别重 都是200克左右 奥处这边还更轻一些 我们这素皮的版本是198克 它们俩的厚度是一样的 7.68毫米 玻璃版的Pro稍微重那么一丢丢 201克 它还有一个英语粉色 更加适合女生一些 当然它也有12毫色 招牌的镜头模组设计 这次是进一步 我觉得引入了钟表的设计 如果各位屏幕前的副歌副姐们 我知道你们都是 了解劳力士的手表的话 它有个系列叫底通达 那个表圈是不是和这个 还有瞩目之栏上的淡金色的表圈 挺有那个感觉的 奢华手表上的设计语言 运用到了手机上面 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这一圈还专门刻上了NOVA的英文字母 奥特这台呢 我觉得蓝这个字可以打在公平上 哪儿哪儿都很蓝 包括它中框的部分 都是做了一种高亮的处理 这个素皮呢 它采用的是这个内凹的压花处理 这个很有那种奢侈品包包的感觉 再加上这个类似于 这底通达的表圈啊 那种奢华的感觉还是很强烈的啊 就像刚才我们也说了啊 蓝色这台它是做了一个淡金色的处理啊 而且它不是那么金的亮眼 就是没有那么招摇 就比较低调啊 转到正面 在边框的控制上啊 确实深得大哥的真传啊 它做到了四边等宽 而且是等身的啊 就是它R角的这个部分 内外全部都是一样的 并没有那种小耳朵的感觉 这个还是非常适合点赞的啊 再加上它是一个四曲屏 即便说是曲屏 但是它屏幕曲的部分 其实是非常窄的 甚至我感觉都是玻璃曲屏幕 没有曲那个意思啊 就是边缘偏绿和偏暗的问题 是很小的 尤其是上画返回的时候 配合鸿蒙4的这个动画啊 确实感觉不错 两块屏幕的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直接打出来 是6.7英寸的一块2776x124的屏幕 在指纹上呢 提醒大家注意啊 这两台机器都是短焦的啊 这个位置还是比较靠下的 好在它们重量不是特别重 NOWA这个系列 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它的ID颜值 然后另外一个啊 就是这次它的新处理器啊 奥舍这边搭载的是麒麟9000SL Pro这边呢是麒麟8000 我们数据库实测 走起 这次的新机 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 小伙伴关注的都是 麒麟8000和9000SL 这两颗新款芯片 和系统这两个全是华为的 两者之间的契合程度 应该会更好 实际怎么样 小白思评落地实测 由于前期芯片信息保密 目前拿到的版本 跑分软件都不能正常安装 而且我们体验 使这王者暂时为适配90帧模式 预计后面适配会很快 很可能你用上的时候 已经适配了 目前就是基于60帧 极致画质测试的 实测帧率肯定能稳定在60 曝视过程复载较高的团战过程 也没有掉钻的情况 放映实测是平均59.8帧 功耗是3.4瓦 这个数值大概是什么水平呢 我们在视频中放了几款 手机60帧极致画质的功耗表现 感兴趣大家可以横向对比一下 机身最高温度 这台机器到了39.2摄氏 体感上是有些温热的 数据库3.5原神测试模型 我们测试这个版本 帧率从一开始就锁了40帧 毕竟处理器的基础性能摆在这 可以理解 在40下压力较大的虚密成帧率 出现了较大波动之外 其他部分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报显示测试下来 平均是38.8帧 平均功耗是5瓦 数据库25摄氏度标准环境温下 机身最高是到了43.8摄氏度 并不算很高 我们在当前测试版本中发现 这王者荣耀和原神的画质并不是很高 原神在游戏设置中开启最高画质后 我们实际计算了一下是673P 这个画质设置常规应该是720P 体型大家注意 当然在性能不能支撑更高帧率和画质的情况下 通过一定的降低来保障整体的游戏体验 这种策略也是可以的 这没办法的办法了 再来看一下数据库9V的20款应用两轮打开测试 3.25模型下耗是212秒 第二遍打开零杀后台 点击应用过程中动画还是挺流畅的 不过在连续开启时 给应用点击后加载进入等待的时间较长 从而让整个时长偏高 如果你日常开启的应用总量较少 这动画体验还是不错的 但是连续开启或者开启数量比较多的话 可能会遇到加载比较慢的情况 4600mAh的电池容量 在今年新发布的手机中算是小电池了 由于目前版本 网整容量合并基因和原神 均不符合数据库的测试标准 所以我们只能按支持的最高规格 来测试数据库3.5的模型 小白三平数据库3要是轻度续航测试 剩余53% 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3% 起限续航测试直到关机 这些机器总共坚持了5小时11分钟 如果降低一下标准 放到数据库总榜中 大概在这个位置 必须说这成绩不算好 不过在测试过程中体验的几个日常应用 并没有为了续航而严格掉动画和流畅性 欢迎动画是RTRA的策略 还是优先保证使用体验的 充电方面 100瓦在25摄氏度环境温中实测 最高可以达到90瓦 10分钟充49% 27分钟前台充100% 31分钟完全充满 半小时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 数据库我们也测试了一下 这块屏幕的亮度情况 全局手动最高是570尼特 全局激发最高可以达到1100尼特 大家肯定不能把期望放在性能上线上 如果基于这个性能 要性能稳定性的话 它表现还是不错的 加上鸿蒙的深度调校 日常使用还是没啥问题的 影像方面一直是Nova系的主打 这次我感觉花园很尽力的 把它现在能够拿得出来的 最好的这个影像系统都给你了 5000万的可变光圈主镜 然后再加上RYYB 我们10拍走起 花园东华系列一直以来都很重视人像 这次主打的达芬奇人像引擎表现怎么样 三杯奶茶再次请了小姐爷 用他自己的话说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我们短时间高密度的拍了几十组洋装 几乎没有翻车的 并且它并不是简单的摸皮或者瘦脸 而是注重脸型的流畅感 你可以理解为更加高级的美颜 另一个是面部光影的调悠 你再注意看鼻梁颧骨这部分的光影细节 可以让脸型更加立体 而且也不是一味的美白 比如这张还是能够隐约看出来 它脸颊上原本的红韵的 看起来显得更加真实可爱一些 转到苹果这边还是一如既往的真实 毕竟没有自带美颜嘛 而12 Pro这边虽然也有人像算法 但是在色彩上感觉会来的有些奇怪 甚至有几分年代感 背景灯光再复杂一点 这面部色彩的过度会更加明显 12奥特色的表现确实会更加稳一些 再看这组 灯光达在发丝的部分 NOVA这两台的处理相对都挺自然的 切换到两倍人像 主观还是觉得12奥特色的光感更好 皮肤更有质感 小姐姐自己说也显得更加自然一些 而背景的虚化表现也不错 12 Pro这边依然是色彩的问题 有另外的一种风格化的感觉 来到暗光环境下 12 Pro的年代感又更加明显了 这组如果不谈面部表现的话 iPhone对环境的还原确实要更加真实 但是当小姐姐的脸转过来之后 iPhone的光感用它自己的话说立马弱了一截 切换到两倍 苹果这边的噪点也出来 12奥特色的面部确实依然清晰 再看自拍 这个环节再带iPhone的话 可能要被小姐姐骂了 首先在光线良好的室内 即使是这样逆着光自拍 12奥特色的白平衡也没有翻车 面部也是清晰自然表现不错 而在暗光下借助屏幕补光灯 自拍的效果也还不错 这次前置它还多了一颗长焦头 这是0.7倍到5倍的变焦 5倍下可以聚焦面部五官的特写 广角的作用就更大了 就比如集体G30的自拍 这是正常1倍下的自拍 这是0.8倍 可以狂下更多的小伙伴进来 常规影像方面 12奥特偏还原相 色彩取向跟iPhone还是比较接近的 主摄白平衡表现也不错 但广角头实色还是有所偏色 在一致性上需要改进 这代同样是有可变光圈 除了物理的四大 还提供了F0.95到F16的虚拟光圈 这个技术我们之前也专门聊过 随手拍的话 这大概率大家不会还去想到调节光圈 它一般都会自动给到你最正确的光圈值 这个功能更多的是利好专业用户 当然有是更好的了 在白天大多数场景下 大家只是色彩调校的风格差异 12 Pro跟12奥特就不太一样 它这个色彩是偏浓郁向的 对比度要更高一些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些画面不太通透 像蒙上了一层雾 因为武汉这两天确实有雾霾 还是比较影响成片观感的 有点可惜 来到夜晚场景 其实是有雾霾 而且还受到旁边高楼灯光散射的影响 12奥特依然是保证了不错的天空纯净度 观感确实更好一些 当场景色彩更加丰富时 这浓郁风格的12 Pro就显得比较吃香了 整体的观感更加讨好眼球一些 但偶尔也会有翻车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这里就有点暖过头了 而且还伴随着天空发紫的情况 而12奥特稍微偏了一丢丢 不是很明显 三家都是不压高光的性格 比如在拍摄古色古香的建筑时 这一出的灯光会有一种跳戏的感觉 而且这组样张色彩差异还比较大 感觉12 Pro和奥特都有点偏色 上面碰到的这些问题 我们都已经集中反馈给了华为的小伙伴们 后续版本应该都会有优化 在拍照体验上 这两台Nova还是受限于硬件 他俩都没有光学防头 这一点要提醒你注意 在没有的情况下 这两天我们也拍摄了上百组样张 竟然很少出现湖边的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成像速度更快 还是我们小伙伴手最近更稳了 另外在趋影框上也还是一样 并不是所见及所得 拍完点开相册都会magic一下 当然现在很多家都是这个策略 一方面可以减轻去影框 实时的计算量压力 另外一方面还可以让用户 感知到成片的算法过程 总结这台12 Ultra 算是延续了以往的影像风格 人像方面表现确实不错 前置长焦镜头和后置的可变光圈 增加了拍照的可玩性 但是常规影像特别是在夜景上 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 毕竟没有光源防头 能看得出来华为也是想通过软件的方式 来弥补硬件上的不足 但是在如今已经很卷的影像赛道上 这真的很难 加细页配置方面 它也是一个听筒式的双扬器 然后顶部也专门做了开孔 比如说卫星通信 隔空手势 鸿蒙4 这些华为招牌的功能也好 系统也好 它全部都有 但是关于这台机器的性能方面 我觉得肯定是很多小伙伴们非常在意 甚至是有一些小吐槽的地方 但还是那句话 没办法的办法 大家都懂的 虽然咱们一直说青州已过万重山 但是必须要给华为一个反应的时间 如果你是华为系的用户 不打游戏 对性能没有那么在意 重视颜值和影像的话 尤其是前置的话 那么这台机器可以去线下看一看 OK 本期视频出现了所有实测数据 我们都第一时间更新到了 小白视频数据和小程序 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 如果觉得本期片子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 记得下方我们点赞 特别感谢 不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